沒想到王金平有心無膽啊 五月十三號可以破五折天 昨天也不敢領表啊 所以一團亂 好 停完他沒想到說 這個原來假戲真做越來越真啊 尤其五十趴跟五十趴以後 那天啊 洪秀柱可能破專 所以他才會講義不容辭出來 但是實在是太沒有用了 講完之後我聽說完全沒有動作 但是最近呢 包括這個退府會的系統啊 黃復興黨部的系統是動作頻頻 所以我認為我跟齊邁的判斷 我覺得這麼多人的注目之下 洪秀柱是會過三十趴的 那對馬英九來講是這樣子 卡王第一要務 只要卡王成功就好 洪秀柱如果你下不來也沒有關係 到時候死在沙場上呢 吳敦義就去接黨主席 還是他的人馬還是抓著黨全部 這個美美真的是很單純你知道嗎 清純的少女 是嗎 這個國民黨喔 你就問紀國東 就知道是詐騙集團啊 怎麼會騙四百萬呢對不對 民調 國民黨的民調我再講一次 一定會作弊 體驗一定會作弊 這個洪秀柱 不排除被做掉的可能 因為把它做掉 那這個後面大家再來喬嘛 對不對 那最一了百了啊 美美真的是很單純你知道嗎 這個 我舉例啦 國民黨的黨團會議喔 當時 洪秀柱去黨團會議演講 是爆滿大家熱烈鼓掌 你看連廖正錦都是在支持洪秀柱 是大部分的藍軍都是支持洪秀柱的 好 中常會的結果洪秀柱去中常會演講對不對 後來不是報紙說什麼大家中常會事後說什麼他吃米花尿 大家不要忘了 只有八席是挺王的中常會 三十九席裡面扣掉八席是有三十一席是挺馬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說這個喬 馬總統或者是說這個國民黨怎麼喬 這個還很難說啦 假如你不是按照一個民主機制的話去喬的話 那回頭會議長李四川這個人 李四川因為他是行政民主黨 他會來我們內政委員會 其實這個人很高興的 他不是一個上面沒有交代他 他敢去自己製作主張的一個人 那換句話說也許啦我不曉得 馬總統有說什麼要改五十五十 我認為不太可能 我認為他是聽朱立倫的命令 不管怎麼說啦 馬總統也許有影響 那總是要你跟黨主席報告啊 那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沒有黨主席的首肯 那你去喬五十五十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一頭霧水我搞不太清楚 就是說我又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民調把你做掉 我管你八十五十五什麼 我就幫你做掉啊 民調就是這樣啊 你到時候人家不會問說 那怎麼辦呢 你的母性是誰 你的過程會不會讓你透明化 可是藍絹 因為我相信國民黨一定會 直接發一個新聞告訴說 本黨怎麼可能會有什麼什麼 民調做什麼的 因為習邁出來一直主張這樣 會做掉 會做掉 可是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那現在到底怎麼辦呢 現在或是大家再問的就是 現在還會回頭問 當初是誰天上掉下來那個禮物 就讓每人覺得說 OK可能是馬總統在後面 習邁有覺得說 有沒有 朱立委員一定要這樣 問題因為這個影響到 到底朱立委員過後 當然有影響啊 怎麼會這樣 第一個我是覺得 齊邁剛剛講到說 當然國民黨過去的一些 做票歷史 在久一點以前 暫時寫了一斑斑 但是呢 現在啊 就近些年來 比較少 其實比較沒有了啦 情報新聞 那縣市長在 我不好意思講哪一個縣市長的初選 就原來出第一天還贏 第二天一半一半 第三天就大輸 結果後來就提名了一個 我覺得再沒有被注意 我覺得再沒有被注意 這件太大了 有些力量可以介入 但這件事情 現在已經是全國都在注目了 你說他敢去做票 尤其是剛剛你也拿出來了 那麼多貴民調 我覺得大家這個等於 也是防做票的這個機制吧 大家都做了 大家都做了超過百分之三十了 奇怪了 就你國民黨做的 還做兩次 結果呢都是不過百分之三十 這很壞嘛 就算他心裡面有這個念頭好了 我都覺得他承證的可能性不高 真的是不高啦 那如果真的是的話 他也要必須承認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你抓到證據怎麼辦 抓到證據怎麼辦 那今天是誰 那朱立倫可能死的 不是現在這樣更慘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就是可不可能做票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我覺得講到李四川 我坦白講 我覺得不管是李四川 他的過程怎麼樣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朱立倫跟馬英九 都同時重用的人 那尤其是當朱立倫 同意接黨主席的時候 我不相信 今天馬英九說我要塞一個人給你 朱立倫說這不是我的人 我硬要吞 不可能 因為對他來說 朱立倫知道從此之後 就他要擔負起國民黨成敗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人如果他不能接受 我不認為他會那麼乖 朱立倫對不起 這一段 這個也是為什麼這一段期間 當朱立倫說要請三次假 後來變請兩次的時候 大家就講 這一段期間何其重要 國民黨決定出來的人 包括這場大選打得怎麼樣 對朱立倫來講 如果萬一打不好 他肯定頭號戰犯 二號戰犯 人家要不要去討論 馬總統在這過程 有沒有介入或什麼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大家講 你怎麼可能請假 但他真的就請假 所以一樣的道理 就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在問說 那你覺得他難道朱立倫 這案期間裡面 他都不知道影響性這麼大嗎 但他還是請了 所以會不會 就像你講的 你認為朱立倫 他怎麼可能別人塞一個 給我未來問了 但是誰知道呢 會不會也發生這樣請假 不該請假還有請假 但是我判斷是這樣的 就是說對於朱立倫來說 我認為這次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大家對他越來越失望 如果你有接觸到一些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他們甚至過去跟朱立倫很親近的人 現在都說朱立倫像迷一般的人物 他不知道在想什麼東西 就是因為你剛剛分析有些東西 他沒有邏輯可循 但是他就這樣做了 因為你說好百分之五十五十 我真的不相信說 馬英九叫李斯丹說 你給我改百分之五十五十 然後朱立倫說 拜選我承擔 那這個時候朱立倫吞了下來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因為就黨來說 尤其是朱立倫 他後來當選黨主席說 他其實有些動作看起來 還蠻依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 不管是黨產追查什麼東西 其實講得虎虎生風 其實也不太把馬英九 放在眼裡面 所以說朱立倫完完全全 沒有自己的意志 所以完完全全聽馬英九 是怕馬英九 我真的不相信 好 那再一個 對於目前來講 我覺得朱立倫或許有一個 他自己的盤算 不管是他個性 自私 怯懦也好 還是他對於整個大事 他誤以為大家還可以接受 國民黨這個文化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體認到 現在是一個他 真正承擔大開大這個機會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 就是如果今天你去頂撞馬英九 朱立倫他試圖影響選情 如果說朱立倫去頂撞馬英九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認為國民黨裡面的人 會支持朱立倫還是支持馬英九 現在馬英九的民調 沒有比王金平高 沒有比朱立倫高 甚至現在沒有比朱柱姐高 那所以為什麼他要去屈從於馬英九的 這樣的一個意志呢 那他寧願為他去當墊背的嗎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對朱立倫來說 他的盤算是什麼 就是沒人看得懂 所以呢最近甚至有人 一開始就是剛才 康倫俊講的 一開始去的時候 他很希望朱立倫出來 後來發現呢 這叫做我本將心向明月 民愛明月照溝渠 所以呢講出四個字 我印象非常的深 有一個政治人問我說 非城勿擾 你當初沒有想要去 你就不要這樣騷擾我 他講的就是咬牙切齒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國民黨內 你說朱立倫他這些話 他這些鋪陳 弄得撲朔迷離 是謝澤 還是真的受到馬英九擺弄 我認為對於馬英九來說 他當然必須要負起一部分的責任 因為每一個試圖影響到 這一些候選人的人 沒有一個好下場的 當初民進黨的選擇 也受到陳水扁的影響 當初李登輝 後來被趕出國民黨 所以對於馬英九來說 他自己必須非常清楚知道 但是現在的黨權在誰手上 在朱立倫手上嘛 你今天怎麼做 有誰可以決定說 馬英九說得對 你做得錯 所以我認為他自己的 承擔勇氣不夠 這個時候不要隨便去塑造一些 煙幕彈去推卸責任 好我們下來看一下 現在檯面上大家 檯面上我講檯面上 因為真的選舉台上 是只有住處解一個 但這個檯面上 大家討論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單獨討論 住處解一個 這就是最吊詭的地方 就這幾個可能的人 那最近一連串 一些動作是什麼 當然大家最在乎的一個 反而是 那馬忠祐最近就兩個禮拜了吧 快兩個禮拜了吧 大概其實你也沒有聽到 馬忠祐說什麼做什麼 但是所有人在討論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忽略到 馬忠祐在這裡面的角色 為什麼呢 來 燕妮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6月12號 13號 就是國民黨的初選 民調了6月14號 上午10點鐘 民調結果會來公布 那麼6月17號 中場會來被查 這關鍵四天 到底國民黨會提名紅袖柱 還是來徵招呢 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幾個熱門總統候選 他們最近的動態 其實王金平他之前已經說了 異不容辭 掀起政壇一池春水 那麼接著他又說 6月11號的時候 他說要選的人 不一定會選 不選的人不一定不選 講不選的人 最後難道一定不選嗎 聽起來都好像繞口令一樣 當然也讓大家覺得 一頭霧水 所以很多媒體都去問啦 他就說這是謎語 自己去猜 自己去體會 那麼記者繼續問說 你跟朱立倫有聯繫嗎 他說當然是有 那麼講的是選舉嗎 他說為什麼要講選舉 沒有 但是種種的說法 都讓人覺得 王金平根本就是語帶選舉了 好另外我們來看的是朱立倫 他有沒有可能還是會挺身而出呢 因為其實就在民調的這個之前 在最近這麼這個敏感的時刻 這前新北市議長 竟然還繼續的拱珠喔 他說如果國家需要你朱立倫 不要縮頭縮圍要挺身而出 似乎繼續的拱珠上位 所以難道朱立倫還是有可能繼續來選嗎 好另外看的就是當仁不讓的 祝祝姐洪秀柱喔 他最近真的氣勢還蠻旺的 他這個11號的時候參加 台中山海屯聯繫會喔 這個聯繫會的人都力挺洪秀柱喔 而且還發表這個聲明 這聲明真的是極盡諷刺之能事喔 裡面就提到了說 大咖不敢小咖不難 充滿了這個詭訣算計 有人確戰 有人搖鬼鬼鬼鬼鬼鬼鬼 有人想選得不到關愛的眼神喔 這講的真的是不太好聽了 但是呢洪秀柱他還錄了一個競選歌曲喔 勇敢翻轉 小年輕人唱氣氛真的是超嗨的 而且洪秀柱繼續說囉 如果他的民調過關 相信黨中央不會聲變 他似乎真的是志在必得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 還有這個人吳敦義喔 是不是會伺機而動呢 其實在6月3號有一個報導 是東網的報導說 透過黨政的管道揭秘 國民黨月底將會推出吳洪沛 這是真的嗎 有待觀察喔 那麼6月11號 一周端來披露 有一個這個吳富的粉絲團喔 連日貼文 左打王金平右批洪秀柱 還細數吳富總統的政績 提倡要馬無聯手 那麼6月10號 蘋果日報也報導說 紅伴其實每天都接近 百瘋的勸退明信片 希望讓險給有能力的吳富總統喔 真的是媒體揭露的消息頻繁喔 好了 除了這幾位熱門的總統候選人 我們來看看馬總統 最近是不是異常的低調啊 因為呢 中國時報報導嘛 總統近期減少了他的公開行程 除了這個禮拜六 還有視察機場捷運 其餘都在府內接見 欸為什麼躲起來了 是不是不好局 所以他老神在在呢 小安我請問一下 剛才藍軒有直接講說 馬總統現在的民調 生活還沒有這幾位的人高 他們大家幹嘛說講什麼 就去注意人 你自己要抗擋著 這些人難道為什麼 撫養還要看上意 有什麼必要 因為我跟那個李四川比較熟 因為他在台北市當行公處長 跟工 都就是到新北市當公務局長 我們都還有聯絡 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幕僚長 也就是說他是非常勇於認識 也願意承擔責任 但是絕不是個會超越他所授權的範圍 我覺得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所以說他跟馬的關係比跟豬好 他跟馬的關係是不錯 因為在台北市的確有受到重用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最吊詭的就是 到時候真的叫做5050過了 8515沒過 這個事情就變成 國民黨就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間了 那你說馬總統的民調 馬總統民調 不要說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跟吳敦毅的誰高 那也不會高到哪裡去 所以如果依照他們的比例來說的話 朱祝姐的確以現在的聲勢 他絕對不需要去考慮這些事情 因為如果這條路 如果委員說的做票被發現 那個對國民黨的傷害可能更嚴重 但是你不做票 你又要搞一個什麼 阻礙紅袖柱的劇本的話 你這個黨所有的手腳都會被看破 我覺得在大選 對國民黨基層來說都是不負責任 而且是很傷害的 對整個國民黨 不要說分裂不分裂 你對基層那種對你的信任 對你對這個政黨的認同 整個是會破產的 我覺得就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就是按照這個 你看好奇怪 要選的人不給他選 那不選的人呢 我講想選的是有兩個 一個叫王金平 一個叫吳敦毅 不想選的叫朱立倫 可是這些人就是王金平今天講的這些話 就是想選的人不一定會選 不想選的人可能不一定不選 所以就是這四個人還要繼續玩這個遊戲 玩到至少七月份他們全代會的話 我覺得對台灣人民的耐性 真的叫做 你真的是高估了台灣人民的耐性 我大概已經沒有耐性看你這樣的膽子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馬總統在這上面 我覺得馬總統他主義的人選從來沒有出頭過 所以也請你不用再花心思了 我覺得請你把它交給 因為你們今天是一個大的政黨 我們也希望這個政黨是健康的 而這個政黨健康到可以讓人民 繼續賦予他責任 否則如果真的你連國會大選 也全部都一敗塗地 然後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這對台灣政治發展不見得上去 如果要是宿主姐真的出現 一路往下走的話 最近幾天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都沒有忘記把宋渠英拿出來討論 說渠營會不會趁這個時候 如果崛起 萬一要是在七八月的時候 再做一個民調 而且只做宋跟紅的民調 如果萬一要是超過的話 就撐起所謂泛藍的大旗 席捲泛藍所有的選票 讓國民黨變成第三大黨 你們有這樣的一個打算 你們有這樣的一個野心 我必須承認 這是國民黨的另外一種放話的文化 因為的確在他們出現這樣子的劇本的時候 相對的比較多人來勸勁宋先生在參選 但是宋先生講 他其實還沒有這樣的打算 但是先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做什麼 又是賭洪秀柱的劇本之一 如果是洪秀柱選 所以就是宋水會出來選 讓這些人再恐慌一次 我覺得 恐嚇牌 恐嚇牌 就是包括他什麼 他選中南部就會全掛 你不是他選 你中南部會選得好 所以這都是很無聊的話 就是請你們爭氣點講自己就好 不要再講別人了 對 紀委 你看剛才我們一開始講說 媒體上面有人說 國民黨要王黨 要什麼分裂什麼 就讓他分裂吧 這是今天六點多 《瘋傳媒》的一篇 六點多 優選情遭影響 挺王藍尾說 國民黨提洪秀柱 就準備王黨 OK 這是國民黨 一位不厭具名的北部挺王 還是北部喔 北部挺王藍尾說 想一想大概也知道哪幾個 國民黨現在已經嚴重分裂了 如果之後洪秀柱再次 選下去 那勢必就將走向王黨 立委只能各自努力 他更激動的嗆說 最好他敢選的話 國民黨就提他 要王黨 就讓他下去選 OK 然後這邊挺住的藍尾 狗雞跳牆 母雞也可以變鳳凰 國民黨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還沒民調做完 還沒提名 就已經開始講成這樣子了 王黨都出來了 這個 其實他講是一部分的感覺 其實大家想一想 那提王的話 那不會分裂嗎 提吾的話不會分裂嗎 提哪個都有風險 不是選得上選不上問題嗎 就是說你提這個 其他兩掛不高興 得的故意失的少意 一定是如此嘛 那今天你說洪秀柱 他最大的問題 照門在哪裡 沒錯 剛剛我們討論所謂 宋楚瑜的問題 其實馬英九總統 跟他的好朋友 金普聰先生 他可能這次沒有管選舉 但是人家習慣性 把他們兩個講在一起 他除了對王 是相當的感冒之外 坦白講對於宋先生 我覺得也好不到哪裡去吧 所以你們宋主席還講說要炮絕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他會不生氣嗎 當然生氣啊 所以他一方面要 要防王 你看要不要卡宋呢 當然要卡宋啊 所以這個很辛苦啊 所以這個佈局顯然是很辛苦 所以你說 所以馬宋一直都要佈 還佈到連卡宋都要想在裡頭 那一定要想在裡頭 那是不要想在裡頭 假設啦 你說洪秀柱選 會不會選 也不知道啊 朱立倫會不會選 到現在沒有人說得準 沒錯 到目前來講 他是不選 你敢保證他一定百分之一千 不選嗎 也很難講嘛 很多事情 就拿我來說好了 因為我常常將心比心 你現在問我 我也不敢跟你打包票 說我一定怎麼樣啊 因為這個整個球還在變化嘛 這句話有暗示性喔 沒有 你有暗示性 你自己的未來 我告訴你 當然是選的可能性比較大啊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一千嘛 很多事情喔 政治是變化無常的 就像金普聰堂講啊 他說政治前面一寸都是黑暗的 所以你怎麼知道這怎麼變化呢 所以馬英九總統 我到現在還是認為 所以環宣認為說 馬英九總統可能參與的不多 但是我從兩個面向來觀察 他應該參與不少 第一個 就他到洪秀柱到中台灣 你看那麼多人能夠 這個問題比較準 因為你是台中的立委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行政高層沒有那個力量 包括朱立倫都沒有這個樣的力量 那些人不是說多少票的問題 是那些人願意出來 是看誰的面子出來 這個很簡單嘛 朱立倫跟那些人根本不熟啊 那洪秀柱會熟嗎 洪秀柱跟不熟好不好 所以 我講他一講 講一個關鍵 王精品院長跟 嚴金標 立委以前 他們交情好到什麼程度 那以後慢慢講 但是洪秀柱去了 嚴寬文會出來 這個力量不大嘛 這感情大了 好不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 馬英九前陣子不是講說 朱立倫不悬啊 不只是難看還難過 當然他非常關心啊 第三點 這一次跟洪秀柱見面的誰 朱主席 還有李世川 還有另外一個 不要忘記喔 曾永泉 總統你幹嘛 一定要跟洪秀柱見面呢 當然要傳達金上的心力嘛 所以馬英九總統 一定有關係 那關係也沒有關係啦 你不要跟他翻腳就好啦 關係一定是人之常情啊 關心 關心不翻腳 可是我這裡有幾個問題 如果說 照你的說法呢 現在還有那麼大的能量 瞧著動這個中部的紅派黑派 那就國民黨來說 那有什麼不好 是擔心大家沒力量 他既然有力量瞧著動的話 那未來選舉的時候 搞不好也瞧著動啊 那這樣子你們 不是樂觀其成嗎 這個問題是 他跟現在的黨主席 一件不一樣呢 如果說他剛才 紀委員一開始在形容說 狀況會不斷的變 什麼政治前面 每一寸都是黑暗的 很有道理啦 但問題那制度幹嘛的 那你不要制度了嘛 因為你這個制度定了說 我要房磚30% 還在那邊增值說 這個30是多少什麼的 然後之後還可能再變 那就不一樣 打架就好了 三個擂台 這個我們不預設立場 其實我說 我也幫助助理人數 我不是說站著怎麼做 我是就現實在做分析 對啦 我說怎麼骨骼現實那麼奇怪 那因為這一局 你說租立委員主席 現在擔任主席 他真的 就像你們所說 什麼事情 要做決定嗎 他什麼事情 要做決定 他那5月6號 就不用講的慷慨激氧 公見誠實 講的 可以講說 那整個氣都上來 那現在吐苦水 他講說 選完之後 你不覺得他已經在 表心機之後 不管你幫我 就算下台了 感覺這樣子 我再重申一次 他真的跟一個很重要的人 講說真的旁邊 沒有可惜人之人 那現在我當然不能講誰啊 那個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人 那是謎語嘛 你們自己去猜嘛 對不對 自己去體會 要衝破關 就是人民裡感到很危險 不會啦 為什麼你始終對國民黨 那麼沒有信心啊 我對他是很有信心的 對主席也有信心 對主席也有信心啊 對主席也有信心啊 不會啦 為什麼你始終對國民黨